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很清楚的很多央行里面的主要的官员 都是认为应该还是要继续的调高利息 因为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基本上是比较稳定 而且没办法消除所谓的需求 导致通膨有可能继续的再卷土重来 导致接下来的几个月 我们看看美国的央行可能还会不会再继续的升息 导致肯定是对股市有点不利 我们昨天看到道琼从前天开始下滑 昨天也是一样 已经来到一个月的一个新低点 就是来到币市的时候来到33,045点 比1月20号的收盘价33,044点 只是差了一个点数 导致大家应该是短期里面对美国股指是抱着一个不乐观的看法 短期里面应该还会继续的下滑 那今天晚上9点半会公布美国的GDP 也是他的国民生产预测是2.9% 这个是一个可能是调整吧 因为之前已经公布过也是2.9% 那看看今天晚上公布的有没有稍微有一些修改 如果没有修改的话就是2.9% 也就是证明了美国的经济基本上是没有收到很大的一个冲率 虽然是利息升息的已经有一年这么多 导致呢没有受到那个经济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导致大家可能会继续的往上看 那我们看看S&P500 S&P500也是一样 昨天呢继续的下滑收盘的时候呢 还是收盘在一个月的新低点 导致呢它收盘的时候是在4,000点以下 昨天我讲过了 如果是行情收盘的时候在跌破4,000点的导致呢 可能短期里面还会继续的下滑 如果它继续的往下走到3,940点的话呢 那肯定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回调 可能是比较一个比较严重的 就是可能封顶的一个状态 可能就是会冒出来 就是说呢 这个月的最高点呢 4,195.4呢 可能是这一轮的 从去年10月份开始反弹的那个状态呢 应该是封顶 接下来可能就是它大盘的那个熊子呢 可能会继续的 影响到行情 我们看到NASDA100 NASDA100相比的话没这么糟糕 它目前还是属于是 还没有跌破一个月的新低 可是呢目前呢还是属于是这个月份的新低吧 那今天我们就是23号 还有多一周才是完毕这个就是走完这个月的一个那个期限 导致呢它短期里面相三个主要主流的那个股指相比的话 它目前呢属于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股指 所以呢看起来还是有这个可能是反弹 可是呢早期我讲过了12881点呢 看起来呢它从去年的反弹到目前的那个结构呢 看起来应该是比较一致 看起来比较均匀 所以变成呢我早期的时候都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呢我的看法是应该是封顶了 所以呢接下来也可能就是它的熊市呢 长期的那个周图跟月图的那个熊市呢 可能会比较有大的影响 所以短期里面应该是看跌的可能性 短期里面如果它跌破11900点的话 可能就有新的发展 我们看看亚洲盘 亚洲盘虽然还没开盘 可是呢我们看看行情呢目前来走呢 还是昨天闭市价呢来到2423点 目前呢应该是看跌的一个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点 因为呢昨天华世界跌了嘛 那今天亚洲盘应该也会跟进 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呢 亚洲盘应该是会继续的路路出去的 跟着华世界呢继续的往下滑 那上海中国指数呢当然还没有开盘 可能应该也是会先走低吧 因为已经三文来挑战3310点 可是呢三次都不成功 所以导致呢短期里面可能这些 这些单子呢可能会抛弃 再把股指给推高 可能短期里面说到华尔世界的一个 昨天晚上的一个跌幅呢 可能今天呢也会放弃 那个在市场3310点 那日经指数呢今天早上呢开盘 还没更新 日经呢应该也是会继续的往下走 如果来到那个 26826点的话呢 它基本上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反弹了 虽然是它的结构呢 看起来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来到五波浪就是还可能会来到28200点 可是目前来讲看起来是三波浪型的一个调整 如果再继续下滑的话 特别是它收盘的时候呢 在这一周呢 在比较低的一个价位呢 在那个26500点以下呢 肯定是对这个股指呢 对有一定的负面的一个影响 导致呢 可能这个五波浪的那个形状呢 就可能就短期应该是不会发生 可是呢到目前来讲 我们还要注意看就是这个价位 这个价位是关键点 26547.6点 如果继续下滑 越过这个价位 就是26547.6点呢 那基本上呢 这个五波浪的那个形状 就一定是不会成 就应该是不会单身 导致呢 行情呢继续的看低 在外汇市场呢 美元还是比较偏高 所以目前呢 还是在135的下方 目前走到134.87 也是靠近这个星期二的高峰点 都是135.23 所以继续的往上走的话 它应该会来到这个139的可能性是有的 我们要看看139有没有可能性 如果有的话呢 美元基本上呢已经是反转了 就是说呢 它继续要 以它的大盘的一个走势呢 继续的走高 欧元呢昨天呢 继续的跌 当然美元涨高 别的货币一定要跌 来到 跌破的1.06 昨天最低点来到1.0699 就是 已经 严格讲是已经跌破1.06 那继续的往下走的话 应该是1.48吧 1.48 是目前这个门槛的一个主要点 OK 就是这个价位 OK 1.0 1.0480 OK 欧元 欧币呢目前呢 是有点反弹 可是昨天晚上也是突破0.68 短期里面还是会继续的跌 我看好是应该是 可能会来到0.668吧 OK 主要这个是我的短期的一个看法 OK 我认为 对 应该是来到0.6668吧 OK 那英镑呢 虽然昨天有讲过有个反弹 可是反弹力度呢 没办法越过1.22 那昨天呢 有下滑 可是它下滑相比的话 跟欧元相比的话 它看起来是比较稳定 可是基本上还是会 还是会跌的可能性 OK 可能 价位可能会来到1.1840左右 OK 美元对加币很明显的是要涨 我们看到行情已经走到1.3568 继续的往上走 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就是1.3619 这个是短期的目标 已经非常非常靠近了 已经没 还没有做多的人 应该不适合再追了 因为上面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已经 已经 不适合再追盘 我们看到有收盘价格呢 昨天还在继续的跌 以收盘价来做比率的话 应该这一次呢 已经非常非常靠近 今年的聚地价 今年聚地价呢 以收盘价格来 来评论呢 是在73块2毛7 OK 现在是73块8毛 已经是差那5毛钱 如果以币市价做标准的话 这个价位呢 相比的话是比较脆落的 可是呢 如果他没有跌破72块2毛半 应该还有这个机会 再继续从这边开始走高 可是短期里面看不出来 因为呢 没有反转的一个讯号 我们看一个小学图 根本没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你从这边开始反弹 对呢 短期里面还要继续的观看 OK 虽然我已经做多了 可是短期里面 我只把止损放在72块2毛那边 黄金呢 昨天还在继续的下滑 OK 以收盘价来讲呢 这个是今年度最低价位 OK 昨天 历史的时候呢 收盘在1825块2毛钱 这个以收盘价做标准的话 是今年的最低点 可是呢 成交的价格呢 最低是1817.7毛钱 OK 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看起来 不是太过乐观 主要可以维持这个行情 不要再继续跌的话呢 就是可能这个价位 OK 我们已经把这个价位给 拟定出来 就是1824块 到那个1000 对 目前就是以这个价位来做标准 那 银呢 昨天也没办法也开始下滑 可是目前来讲呢 它相比的话 比黄金的价格 比较稳定一点点 它没有这么脆弱 导致呢 21块1毛7呢 可能短期里面 还是有支撑的 所以呢 短期里面还要继续的观看 我目前还没有 在银这块呢 留仓位 可是呢 我对银呢 是抱着一个 比较乐观的一个看法 OK 不管是黄金也好 银也好 我觉得这两种贵金属呢 应该是要长期做多的 OK 短期里面可能是受损的 美元走高嘛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加密货币 昨天也是继续的下滑 那 现在主要是因为呢 公布了美国的那个 联邦储备局 会议的内容呢 已经确定了 美国央行的央长呢 基本上呢 是还要继续的调高利息 那这个肯定是对虚拟货币 是有一定的伤害 导致呢 昨天的行情反应呢 是先跌 可是跌了之后呢 在收盘之前呢 它开始要涨的一个趋势 开始出现 昨天我跟大家讲 比特币呢 如果可以在23344块 这个价位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它可能会从这边开始反弹 继续的往上走到27700多块 所以呢 看起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我们看看短期里面 有没有一个反转的讯号 也没有 所以呢 也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反转讯号 出现在一个小视图里面 可是看起来 这个23344块 可能会有支撑 我们看看以太郎嘛 以太郎呢 昨天呢跌到1597块 将近98块 然后呢 有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 我们看看一个小视图里面 有没有一个反转 也没有明显 所以短期里面 还是不是太过乐观 所以短期里面 因为它已经造成了 这个三波浪型的调整 从1743块3 调整在1600块 这变成呢 它这个调整是三波浪型 导致呢 它是一个回调 那回调的力度呢 在50%的那个回调点呢 开始回转 所以这个也是算是 技术上的一个考量 那短期里面 应该是这个价位1600块呢 可能是 短期的一个支撑吧 OK 那我们看看 这个Cardano Cardano就不一样 Cardano呢 也是三波浪型的调整到0.77 那看起来 从这个空间里面 叫0.373到0.383这个空间呢 已经出现了一个那些那些支撑 或者是怎么讲嘛 看到很明显有买家出现 那从这边有没有比较明确的一个反转讯号呢 也没有 OK 所以在Cardano里面也没有出现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多单出现 OK 我们要看看到底 它到底要往什么走 可是基本上呢 我觉得这个行情呢 基本上要回调 突破0.42亿的可能性 是相比的话是有的 如果有的话呢 目标在0.454 OK Solana也是一样 Solana呢 昨天呢也是回调 可是它回调的力度 没这么 没这么 深 OK 我们看看它的回调力度 应该是50%还不到吧 OK我们看看 这是50% 50%跟38.2% OK 来到50%没错 来到50% 然后在这边看看有没有反转的讯号 也没有 所以呢基本上呢 我们还没看到很明显的 就是在加密货币那边 不管是比特币 以太郎或是Cardano 全部都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反转的一个讯号 可是呢看得很看得出来 这个在50%的这个回调点呢 基本上是有一些人经常做多 OK 那我们看看继续的 再关注一下 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关注美国的GDP 就是在傍晚9点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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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